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我们都知道 佛法的争团叫和合争团 天天吵架 天天在争命夺利 这样成何体统 虽然天天在说 一句都听不进去 真听进去 他就能放下了 争那些干什么 人无智慧不聪明 真正有智慧的 你们要争传给你 当清众最舒服 在道场就好像做义工一样 任何事情都不操心 没有任何责任 你分配给我的工作 如果我老老实实将它做好 不背因那责任 这个道理 明白的人就不多了 明白他就不争了 不单止不争 还处处推药 你请我做 我还未必做 为何做事要负责任 做得不好就是过失 做好了应该的 如同佛 这些道理都讲得很多 所以现在我们在这里 说到信仰要知道特殊状况之下 违背道义 可以背信 所以我们不要看到古人 古性先然里头也有背信 那是不是过失 不是 一切以道义为标准 符合到意 绝对要守信 绝对要做到圆满 这是应该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